原來看你的 大家好 我是傢鑫哥 跟我們今天做事讓妳時 roz 變得很簡單 來 就今天做甚麼料理 今天一樣要來做 魯 的料理 我覺得魯啊 對我們一頓飯 vez個來講 算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只要有 他不用再做其他的 因為他那個滷汁配上那個香氣 吼 非要不容索 我們今天要來滷手 加入我們的麵乳來做這一道 把它取名為醬燒麵乳三層 講哥簡單解剖叫你滷手一道非常好適合料 非要不容索乾淨來滷手 大家還有喜歡滷手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來這邊開放之前 Youtube 按讚訂閱小鈴鐺 粉專頁跟愛主講哥解釋 講個大小鈴鐺小鈴鐺 就要加入每個分享小鈴鐺 因為這時候滿比較多便宜 首先一樣喔 我們... 我們要太沾沾了 就要油力了 因為是三層肉 就沒有什麼特別多 因為他還會爆油脆 來熱鍋我們的這個三張肉 來 中鍋下去 你當那個煎這個三層肉的時候會有一點噴喔 小心喔 因為... 你那個有出脂肪 正常現象 好 你留下給它 下起來一樣 我們冰糖要去炒個顏色 來一樣喔 把我們的糖炒紅 它會炒點餡 來喔 都上色了 來這時候我們可以下包香料 我們的辣椒蒜還有薑 來 香氣出來之後 這樣就有勻筍 所以你去菜市場買就有了 你可以叫我把你炒熟 好 拿到我來自己切一遍就好了 這樣這個勻筍非常容易 然後我的炒香就好 它本身是熟的 來 醬油比較強了 來 醬油膏也好下去 用白胡椒下 用白胡椒 然後我們的麵輪主角之一 來 下 來 再來 稍微快點喔 水比較強了 好 我們現在等它滾一下 好 來 剛剛喔 我們就是 來回滾了 這個滾了之後 我們一樣轉小火 給它慢慢的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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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燉大概30至40分鐘 就會變成我們現在這樣子 非常的可動 OK 那差不多 如果你要再吃軟嫩一點 你就再多燉一下 那基本上 這個量 大概我們只要30至40之間 之後灑上我們的香菜 我們的 醬燒麵輪三層豆 完成 簡單個試吃時間 一鍋飯配上肉 這真的是一餐裡面最美的佳肴 麵輪上的紋乳 如同年輪般歲月的痕跡 與三層肉一同在鍋中 乳透自己 飄香四溢 每一咀嚼都爆噴出乳汁的鹹香 加上三層肉的吸力 讓我不禁讚嘆 這如同人生哲理般 配角不僅僅只是配角 而是在偌大的鍋中 最重要的靈魂之一 簡單個小知識 麵輪小知識 麵輪又稱豆輪 麵輪也是麵腸在變化出來的食品 將麵腸煮熟後 將其切成圓片狀 接著進行油炸 便是我們熟悉的麵輪 067月の行方 1月1日 1月11日 1月11日 放鬆 絕炭 拔 水 10! 1